另外政府发现许多雇主依然罔顾指令 没有替外籍员工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人力资源部长纳杜斯里沙拉瓦南就提醒雇主 如果没有在2月28号前筛检 外劳的临时工作准证就不获更新 沙拉瓦南发文告表示 人力局发现尽管政府一早就下达指令 但许多的雇主都没有为外劳提供筛检 以致政府必须一再的提醒 他强调国内疫情加速蔓延 职场感染群也有暴增的现象 文告中还指出 只要雇主承担员工的筛检费用 就能够享有双倍的税务减免